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先跟大家報告一則好消息 就是12月8號香港時間的下午3點到晚上11點 香港再一次爆發了一場聲勢厚大的遊行示威 參加的人數達到80萬之多 上一次第一次超過百萬人的遊行是今年的6月9號 現在距離6月9號已經整整有半年時間,六個月時間過去了 居然香港人還有這麼大規模的抗爭,真是了不起 這在整個過去這半個世紀的顏色革命的歷史上 也是很罕見的,顏色革命一般是很短期就完成了 或者是就失敗了,但是香港人面臨著這麼艱難的局面 以一個城市的民主派對抗統治一個大國的 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一個專制政權 居然能夠堅持到這麼長的時間 而且勢頭還沒有削減 大家不要以為這個80萬對比過去的100萬有所減少 好像是勢頭下降了,不是的 這是因為現在香港不僅僅有街頭抗爭的這一條主線 還有一條就是議會鬥爭的這一條府線 現在是兩條線一起再向中共體制發動進攻 而且香港的街頭鬥爭過去在6月7月的那個時候 大家是集中優勢兵力,集中在一起舉行遊行示威 所以說一場遊行可以達到100萬甚至是200萬人 但是現在因為中共港共政府他們在交通設施上面製造障礙 所以說很難,港人很難從香港四面八方聚集到一個地點 所以現在在一個地點聚集80萬人,這已經是達到極限了 如果是沒有中共港共的這些限制的話 肯定是超過100萬人,甚至是超過150萬、超過200萬都有可能 那現在就是這個地點有這樣的抗爭遊行 同時還有其他的很多的地點 每一個星期甚至是每一天都有一場甚至是多場的抗爭遍地開花 同時這一朵,這一個地方開了一朵大花就有80萬人 相當相當的了不起 那中共現在面對著香港民主派香港市民的這兩條線 正這樣的進攻現在是手足無措 所以現在大家去看一看他們現在香港黑警的暴力 都已經有所降溫了,這絕對不是他們良心發現 而是因為他們現在已經想不到辦法了 當然了,大家一定不要過於樂觀,一定要做好最壞的準備 中共一定不會就此罷首 他們那個小老瓜子現在還在拼命的轉動 一定要想出新的辦法來鎮壓香港的這場反送中運動 一定要斷絕香港的這個民主之路 所以說大家一定不能夠過分的樂觀 同時我們也相信香港人以香港人的智慧 一定會找到新的辦法來對付中共的新的鎮壓措施 磨高一尺,鬥高一丈,香港必勝 今天這一期視頻主要是想給大家講一講 中共官員叛逃的一些相關的事情 前一段時間有一個叫王立強的中共的年輕的間諜 叛逃到澳洲之後,他就開始爆料 結果他的老上司向心在台灣也被扣留了 那我在前面的幾期視頻當中給大家分析過 向心到台灣不是被扣留的 而是去主動的投誠的,也就是說叛逃的 後來這個消息得到了美國的官方機構的證實 那現在看起來叛逃現在已經在開始形成一股風潮 已經開始流行起來了,所以我今天講這個話題 那王立強叛逃到澳洲之後 他就給澳洲情報機構寫了一個自白書 中文12頁,英文翻譯成英文是17頁 在這17頁的這個自白書裡面 他肯定是說到很多的問題 這17頁自白書沒有向澳洲政府沒有對外公佈 但是有一些內容,有一些媒體已經轉述了 但是媒體一轉述就造成了很多的誤解 轉述的不是那麼準確 因為媒體不是搞科學的,不是那麼嚴謹的 而大家一誤讀,那這個版本就更多了 那其中很大的一個誤讀的版本就是王立強 他說在幾年以前應當是指2016年或者2017年 中共的前國家副主席李源潮也準備叛逃 結果在香港被他們給攔截下來了 那這個消息我覺得一定是大家誤讀了 李源潮他當時確實有叛逃的這種跡象 或者是有叛逃的意願 甚至是有叛逃的這種行動,但是他絕對跑不到香港 他到香港這是一種誤讀,是媒體對於王立強爆料的一種誤讀 王立強應當是指在香港他們攔截了李源潮的親屬 而不是李源潮本人 為什麼李源潮本人他不可能到香港被他們攔截呢? 是因為他早在北京他就被攔截了,他根本跑不出北京城 在習近平上台了之後他不是要搞集權嗎? 他不是要搞獨裁嗎?所以說他的最大的敵人 既不是美國、歐洲、日本也不是台灣 也不是中國普通的老百姓 他最大的敵人就是他黨內的那些同事 那些他一定要把他們壓下去 所以過去跟他幾乎是平起平坐,甚至是在他上面的 想當太上皇的那批人 而現在他要把他們都壓下去,所以這批人是敵人 那麼是敵人就要實行嚴格的監控 如果是在黨內鬥爭當中一失敗那就叛逃 那整個黨軍心不就患散了嗎?那不就是整個形勢要失控嗎? 所以說要控制這批人 所以他上台之後應當是在14年、15年 就已經形成了這樣的一個規定 就是中共的這個國級、副國級的這些高官 中共的政治局的常委、中共政治局委員 只要是在北京的就不能夠超出這個六環的範圍 大家的活動範圍在六環之內 過了六環就要向中共中央辦公廳 也就是直接向習近平的親信要向他們匯報、要報備 讓他們知道他們的行蹤 所以對他們的監控是非常的嚴格 那不僅僅是說要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報一下案就行了 那還要習近平安排很多很多的這些特務眼線 去監控那些人去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 中共他們的這個間諜機構 他們防範的重點的對象也是他們自己人 因為自己人給自己人能造成的傷害 那是最大的反割一擊、叛逃之後所能造成的傷害 那是最大的,所以說中共的每一個高官 身邊都有一大批的間諜特務眼線 對他們實時監控的 中共過去不是有一個說法說是夜選領有三千伏兵嗎? 很多人以為三千伏兵是埋伏在海外的 實際上不是的,三千伏兵絕大多數是埋伏在中共體制內的 是埋伏在中共體制內高官身邊的這些人 那這個三千伏兵現在已經有一部分 可能是投靠了習近平 還有絕大部分不在習近平的手上 但是因為他們是埋伏著的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身邊的人到底是什麼來路 所以說大家都非常的謹慎 那習近平上台了之後一定在他的那些 最高層的官僚裡面安排了很多很多的眼線 所以這些人現在要想逃出六環都是很困難的 更不用說逃出國更不用說逃出香港了 所以這批人是被困在一個困局裡面了 那李源潮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那個時候他是不可能到香港去的 那王立強他的這個故事應當是指李源潮他本人出不去 但是他在內鬥當中失事之後 他的一些親屬那個時候就已經逃亡到國外了 那個時候他的親屬手上應當還有一些材料 那這些材料如果一旦發放出去 那麼就會對中共形成巨大的危害 所以這個時候中共的間諜機構就要全面的出動 要去圍堵他們不能讓他們走了 好,後來這個王立強說在香格里拉酒店 跟李源潮的親屬進行了一些談判 那肯定是代表中共最高層代表習近平的了 去跟他們進行談判 那麼最後這個談判的結果還不錯 從2017年10月份的中共十九大的 這個對於李源潮的處置看起來結果還不錯 他本來是2016年6月份5月份的時候 李源潮就已經被監控了 李源潮的太太就已經被調查了 但是到2017年10月份的時候才把他正式的撤下來 這就是說中共他們習近平他們也是非常小心謹慎 對於這種副國級的這種高官的處置 如果是稍有不當也是會動搖國本的 所以2017年的時候就讓他平穩的落地了 雖然沒有跟他安排這個新的高的職位 但是也沒有對他進行處罰 所以沒有把他關進秦城監獄 這個算是習近平在他的內鬥史上 很少有的沒有出重手的 一般的來說他對他的政敵 那是要斬盡殺絕的這種手段的 但是這次在李源潮身上沒用 到底為什麼我們今後再來講 因為今天主要是講跟叛逃相關的問題 叛逃這個問題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執政的時代 基本上不成其為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是中共紅色權貴家族 共同治理、共同分贓的這麼一個時代 大家最高層的那些人大家都是掌權者 那有什麼必要去逃亡呢?沒這個需求嘛 但只有在中共內部出了獨裁者的時候 有一些人才有叛逃的這種需求 因為獨裁者他就一定要打擊政敵 而打擊政敵那些政敵被打擊失敗了之後 他就一定不會俯首就勤 他就一定要想辦法出逃 所以說這個時候就有了叛逃的需求了 那習近平在上台之後他跟毛澤東一樣 毛澤東當年不是有林彪叛逃嗎? 習近平上台之後他就已經感覺到了 可能他的智囊班子都已經跟他安排好了 說一定要先把他們大家的後路給堵死 一旦有人叛逃出去 那對於整個政權那是有相當相當大的衝擊力的 林彪當年雖然沒有叛逃成功,中途被擊斃了 但是對於毛澤東的威望 對於毛澤東的整個政權的合法性都造成了極大的挑戰 中國的第一批的民主人士就是在林彪叛逃之後產生的 因為林彪叛逃之後有很多聰明的人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就發生了疑問 說林彪過去不是天天喊著這個毛主席萬歲舉著洪寶書 居然都已經都要叛逃了 那就是說明我們過去接受到的信息全部是假的 對信心的衝擊是相當的大 習近平他當然就要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所以說他就早就把這個防止叛逃的這個布局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當然了,紅二代、紅三代的這些權貴大家族的這些子弟 在89年以後很多很多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經到海外去了 都已經做好了布局了,各大家族已經做好了布局了 所以那批人他是絕對不會回來的 所以習近平現在也面臨著一個困境 就是說有一些人他是不需要叛逃的 比如說像曾慶紅他兒子早就已經在澳洲安居樂業了 而且買了澳洲的最著名的建築豪宅 日子過得是非常好 那你剩兩個老傢伙在那裡死豬不怕開水燙跟你習近平鬥 所以這個是挺麻煩的,但是也不是沒有解決的辦法 因為中共體制內的這些大家族他們過去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 就是把子女擺放到海外,給他們整個家族已經找到了後路 自己這些老傢伙就在國內執掌政權,搞政治 那麼等到這個政權實在是不行了,船要成了 這個時候大家就一起逃亡 所以這個一起逃亡的這個路都已經安排好了 那現在習近平上台了之後,他雖然想搞獨裁 但是這個逃亡之路他也是不敢堵決的 因為他自己將來有用,而且你把這條路堵決了 那麼所有的這些高官現在他可能就跟你拼死一搏 這條路是什麼路呢?比如在北京 就從中南海一直到西山的空軍基地就有一條秘密的通道 那麼從中南海到人民大會堂,然後再從人民大會堂 一直到北京的這個國際機場也有一條秘密的通道 那麼這兩條通道,這就是他們北京最高層的逃亡之路 這兩條通道裡面的其中的一部分 是在89年的時候就已經啟用過一次 89年鄧小平不是把全國各地的軍隊都遭到北京去鎮壓 北京的這個學潮嘛 那個時候他實際上並不是說胸有成竹的 這麼幾十萬軍隊遭到北京之後 在民意壓力那麼大的情況下,在國際壓力那麼大的情況下 如果是有一支軍隊一個師一個團,甚至是一個營一個聯 如果是化變了,這就可能造成整個局勢的失控 造成了整個軍隊血崩式的叛變 那個時候那些發令要去鎮壓的人,下令要去屠殺的人 那就危險了,身家性命都有危險 所以鄧小平這麼狡猾的人,這麼打過這麼多次仗的人 他當然他心裡面有數,他知道這個兵凶仗威不是鬧著玩的 所以他就準備好了後路,說是在當年的這個北京的國際機場 他就準備了多架民航的這個飛機上面裝了很多很多的黃金 準備一旦大事不好就和他的這些親信的小圈子裡面的 這些大家族的人一起逃亡,所以那個時候就已經用過了 那麼現在這個逃亡之路,中共高層的逃亡之路 現在還是暢通的,還是時時刻刻都在那裡給他們準備好的 非常非常的暢通的這樣一條逃亡之路 從一條是去西山軍用機場,一條是去國際民航的機場 那這為什麼要有兩種準備呢?就是因為一旦西山的軍用機場 如果是遇到了叛軍,遇到了化變的軍隊 他們那個軍用機場就有可能在這個叛變軍隊的這種攻擊 包圍之下不能用了,所以要有一個後備就是國際民航 因為一般來講呢,無論是外國,美國或者是其他國家 來攻擊這個中共的這個高級領導人 或者是國內的軍隊的這個化變來攻擊他們 他們一般都不會打擊民航的設施 因為民航設施一打擊就會造成重大的平民的傷亡 這個在鬥意上是站不住腳的,所以實際上 他們的逃亡之路是要以中國的這個平民作為人肉盾牌 來逃亡的,所以這個路子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他們雖然是現在不允許中共高層的這些領導者 這些官員叛逃,但是一旦政權真正的徹底的垮掉了 那個時候他們就有弃船行動,那個時候他們就可以一起逃亡了 這個是現在已經準備好的,但是現在最怕的 那個官員裡面最怕的就是在中共沒有垮台之前 他們內鬥當中失事,這是最可怕的 因為內鬥當中一失事,你逃亡不出去 同時你一旦被關進了秦城,那肯定是用貪腐這些罪名 把你關進去的,那麼即使是將來變了天了 你都沒有翻身之日 因為哪一屆的政權任何制度下貪腐那都是罪大惡極 所以說這些人現在大家一定是如坐針章 所以現在大家一定要想辦法,逃不了怎麼辦呢? 逃不了就要想辦法鬥,鬥就一定要想辦法鬥贏 現在習近平政權不僅僅要防止中共高層的人叛逃 也要防止中下級的官員叛逃 不要以為中下級官員他們可能不掌握什麼太多的國家機密 但是因為中共現在它是處於一個風雨飄搖政權的 根基極度不穩的狀態,即使是一個小小的特務 小小的官員叛逃也會對整個體制造成重大的衝擊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一個官員叛逃 它至少會造成兩種作用,第一個作用就是槓桿作用 它本身不重要,它本身沒有太大的力量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國家把它用作是一根槓桿 用來撬動整個中共的這個體制,那力量就不得了了 比如說像王立強,他本人並不是什麼高級的中共官員 只是一個香港的小特務而已,只是個辦事人員而已 但是因為他通過辦事他了解了一些線索,了解了一些情況 他叛逃到澳洲以後把這些情況講出來 最後又連帶著把他的上司向心給帶出來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是五眼聯盟手上的一根槓桿 這根槓桿一翹就把中共在台灣的佈局 在香港的佈局整個的就給打亂了 他不是說了嗎?王立強不是說了嗎? 他在台灣給這個韓國瑜提供了多少資金 還有另外這個藍營的有10個政治人物 他也給他們提供過相當大的資金 那這10個人,這可能就是中共在南營的 在台灣的這個重點的佈局的人物 如果把這10個人也給挖出來了 把他們給曝光於台灣了,民眾了 那麼整個的中共的佈局是不是一下子徹底的全線崩潰了呢? 所以說這麼一個小人物,他也能起到極大的 對於中共極大的破壞作用,這是槓桿效應 第二個效應就是示範效應 即使是這個人他不掌握王立強的這些情況 他出來了,只要其他西方國家的或者是台灣的政府 給他們提供了庇護了 他們把過去的在中共體制內犯下的這些罪行 這些劣跡全部的都給洗白了 那麼他對於中共體制內的那些其他的中小官僚 那就會形成一個示範效應 就是告訴他們只要逃出來了,那麼我們就安全了 我們的這個家庭就安全了,我們的財產就安全了 有這種示範效應,大家想一想 那些所有的中共下層的官員那不就是紛紛出逃? 而一旦紛紛出逃,那麼就形成了一個集體逃亡的這種畫面 這對於中共的士氣會產生極大的打擊 那麼這個士氣一打擊,中共現在還能夠維持下去嗎? 中共整個的這些維穩機構它還能夠運作的下去嗎? 那現在中共在香港也遇到了同樣的難題 怎麼樣防止香港的這一批官員叛逃? 因為香港的官員在經過這次反送中運動之後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他們是不得人心的 而且了解一下國際局勢的了解中國國內情況的人 就知道這個政權不會持續太久 而他們現在是被夾在多種力量中間動彈不得 那麼最好的出路就是叛逃 而中共對於他們的心思又比較了解 所以說在香港他們已經設下了一些限制叛逃的 這樣的一些策略、一些障礙 香港官員叛逃總體來講比大陸的官員還是有諸多的便利條件 比如說他們都是有香港的身份、香港的護照 是可以自由的通行到一百多個國家的 現在我聽說香港的官員還沒有完全上交護照 這個可能性今後幾個月時間 中共極有可能在香港也搞這一招 讓香港所有的政府官員都把護照上繳上去 不上繳就不給你發工資、就把你撤職 這是極有可能的 所以說大家現在要叛逃的就趕緊走 別等到那個時候把護照繳了,那個時候恐怕就更困難了 現在比較簡單一點,那現在中共採取的是什麼手段呢? 主要是用家人來威脅你,用家人的安全來威脅 然後用你的財產在香港或者是在中國大陸的財產來利誘 威脅和利誘這兩種手法,那還是相當起作用的 你如果是香港的這些想叛逃的人 你沒有準備好應對他這兩手 那個叛逃極有可能是不成功的 比如說這一次鄭若驊他到英國去公幹的時候 不就借故不歸了嗎?這就是有叛逃的跡象 那麼有這種跡象露出來之後 中共馬上就展開行動了 中共的駐英國的大使劉曉明就親自去找鄭若驊 然後對他進行威脅利誘 後來鄭若驊抵擋了一段時間,終於扛不住了 終於跟著中共的官員就回到北京 然後從北京接受了幾天的訊問之後 再回到香港,不讓他辭職 讓他繼續在這個崗位上面幹下去 因為這個時候辭職對於整個香港的港共的士氣有重大的打擊 所以說中共即使是已經知道他有叛逃的心思了 已經有叛逃的舉動了 也要把他定在以前的這個光位上面,讓他動彈不得 那麼中共也不是吃素的 你有叛逃的這種舉動了,他也要採取懲罰措施 比如說現在對於鄭若驊就是懲罰他的家人 現在他的這個丈夫的公司 現在不是已經被調查了嗎? 那麼很有可能要對他的丈夫採取 叫做潘樂陶,要對他採取強制措施 極有可能要對他甚至他的子女要採取措施 所以現在的香港的這一批官員,大家一定要認清楚這個形勢 中國大陸的官員更要認清楚這個形勢,要叛逃 第一個,我跟大家提三點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一定動作要快,要快 但是快不等於是匆忙急躁,快也要做好準備 不把準備做好,那你是白快了,快也沒用 最後一定會被他們抓回去,或者是被他們攔住 第三個就是叛逃已經逃出了中共的掌控之後 大家一定不要就以為你自己就安全了 一定不要以為你就能夠隱姓埋名 中共的人是無所不在,中共有的是手段 他一定會把你追查到底 只要他這個政權還存在著一天,你就不是安全的 天下海角你都不安全,那麼怎麼樣才能夠得到安全呢? 那就是學王立強,學向欣,就是說你叛逃之後 一定要選邊站,一定要站隊正確 現在整個世界只有兩隊人馬,只有兩個陣營 一個是民主自由陣營,一個是專制集權陣營 一個是中共陣營,一個是西方、美國、歐洲、日本、台灣、韓國 這個陣營,這就是兩大陣營你必須得選一邊站 選到正確的一邊站了,那你才能夠安全 你才能夠得到保護,想到海外去隱姓埋名 這是非常不切實際的想法 你隱姓埋名,中共就給你發紅色通緝令 中共就把你過去所做的種種的劣跡全部公佈出來 讓你成為過街老鼠,成為縱食之地 即使是你說我過去沒有劣跡,沒有劣跡中共可以編造 而且它編造了之後大家都相信了 因為你在中共體制內幹過,中共體制內哪裡有好人呢? 就像《紅樓夢》裡面所說的 只有那個石獅子是乾淨的,所有的人都是髒的 所以中共說什麼,其他外面的人就相信什麼 一旦你被中共開始主動的這麼攻擊了 那麼你就自己根本就洗不白了 所以說一出到國外,一逃脫中共的掌控 就馬上要對中共展開進攻 要馬上對中共進行反割一擊 這個時候你就安全了,你真正的叛逃就成功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下次繼續跟大家分享探討,謝謝大家,再見!